喜门斯塔雷克为医疗智慧运输系统研发智慧决策平台 Intelligence Supervisor Platform,我们简称ISP 这套软体可以透过医院的3D地图建置来追踪智慧机器人 规划排程及时监控,以及透过远端遥控来沟通 透过机器人装置的前后摄像镜头,ISP能及时监控当前状况 透过感应、接收、运算的资料整合 机器人可以开关门,自行搭乘电梯 机器人上的传感器和激光雷达 协助其避免与障碍物或行人发生碰撞,并自行做路径调整 在物流中心内,运输智慧机器人可以依照指令到定点或多点执行任务 协助仓储人员将医疗物品上架,减料以及配送 机器人根据任务内容到达指定地点搬运储物柜 移动前往下个目的地 在医疗场域内,运输智慧机器人可以协助配送各院所或病房医疗日需品 配送餐点、医疗器械 在医院内会有机器人固定的集合地点和充电站 方便车队管理 针对手术房及医护站,医疗站智慧机器人可以协助安全加密配送医疗药品 简体样本、手术器械包、医疗废弃物等任何需要严谨身份辨识的管制医疗物品 透过ISP可以手动遥控机器人的行走方向、速度和距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透过Taxi 序列排程规划任务内容 例如命令机器人到洗衣间搬运指定储物柜到所需目的地 在ISP上会显示机器人任务完成进度、时间以及储物柜的列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点开历史记录、机器人的任务内容、进度、起始和结束时间都有详细的记载 智慧运输机器人的出现能减轻医疗人员的工作量 大幅提升医院整体运作效率和服务品质